家裡呢 陳小姐的家裡 現在有種了好多年的釋迦跟白柿子 不開花不解果 請問專家為什麼會這樣子 白柿子這麼好吃 現在又是季節 他們家的白柿子又不開花又不解果 那另外一個聽眾朋友問的也是 火龍果為什麼三年解果 後來就一直休息休息 休到現在好幾年也都不解了 那另外一個聽眾朋友留言的是 荔枝樹也是沒有果實 最近到底怎麼回事 大家都沒有果實啊 好多好多沒有果實的問題 趕快請出我們花哥 花哥你有辦法一次解決嗎 花哥哥 可以可以可以 好小米你好 你好 講的沒有錯 現在正是白柿子的生長 結果超級好吃 所以像我家就是生很多 但是這位陳小姐說他沒有生 那基本上白柿子其實蠻好種 那如果他是在果園買的白柿子 基本上都是嫁接 應該是第二年第三年都會結 那我想說他的情形 最簡單就是說生長條件不好 回料水分不夠 那這是第一 那四家也是一樣 如果是在果園買的四家樹 都是嫁接好 四家有時比較挑戰性高一點 但是也是兩年三年四年 有時甚至果園在賣的四家樹都已經結果了 所以說四家樹如果是嫁接好的都可以 很早就一兩年都可以結果 那就希望說聽眾們陳小姐就是說 肥料水分要多放一點 那這樣就會有辦法 那甚至白柿子有人用種子種 有些我的朋友用種子種 三年四年五年也會結果 所以說白柿子是蠻好種的 這叫Supported 所以說再努力一下 那剛剛講到荔枝樹沒有果實 那這問題 南加州很多朋友都喜歡種荔枝 但是真正會結果 種得很成功的 不多 其實大家也不要太擔心 因為很難南加州種荔枝 就是因為我們這邊天氣比較乾燥 那荔枝是東南亞的水果 那我們知道 我們在台灣都是雅熱帶 常常下雨 溫暖淘湿 所以南加州比較乾燥 所以種四家要成功的 概率就比較小 但是不是不可能 只要釋加樹夠大 然後水分要多灌一點 那甚至像我家有種好幾個釋加樹 我每天澆水汁 水就往葉子上噴 讓它感覺上生在熱帶雨淋當中 所以這樣有可能會結得好 四家荔枝 所以說荔枝樹 如果海小柯你不要太擔心 慢慢把它養大 慢慢好好的自回 荔枝也會結 也許小柯結得不多 但是可以讓它結出果子來 那最後一個再講到 火龍果啊 花哥你的強項啦 是是 火龍果其實是相當好種的植物 但是種火龍果還是有點技術 雖然說我們拿個枝條 它在地上就會 就會長大 有的就是會開花結果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讓這火龍果長得好 真的一些基本的動作還是要做好 就是說這位聽眾講說 它第三年結了 後來又不結 我在猜想它一定沒有好好的修資 下面的一些測資都不要 然後上面不好的枝條要剪掉 被曬壞或中間受動的枝條都要剪掉 然後真正也要好好的撕回 尤其在開花結果期間 多一點零回 所以除了雞粉以外再加點魚股粉啊 這也有幫忙 那如果不開花的話把 上面的枝條尖端把它剪掉一些 讓它感覺到受傷以後 花包就會跟得出來 然後再幫忙 如果有時間的話幫忙傳點花粉 那這樣就會比較容易結果 所以很快的回到這些聽眾的問題 哇謝謝我們的花哥耶 感覺你們家真的是肥料有好幾種 要看不同場合放喔 又有這個雞粉的 然後不然是雞粪的 然後又有這個魚股粉喔 所以都要互相搭配才可以 才是有完美的一個效果 再次感謝我們的花哥 謝謝花哥 沒有問題